中文字幕 李宗盛 征服了皮克托人 建立了苏格兰王国 经过了很多次的改朝换代 到了1707年 苏格兰才与英格兰合并 现在这里是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一部分 建立英格兰的阿格鲁·大克逊人 虽然曾经跟苏格兰人通婚联姻 但两边不是同文同种 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 谢谢 格尔·拉克逊 苏格兰人讲的是盖尔语 例如Alba就是盖尔语苏格兰的意思 许多源自苏格兰高地的文化与产物 像是上战场时穿的苏格兰格温裙 月音十分悠扬的苏格兰风笛 还有让酒迷趋之若鹜的威士忌 都是苏格兰的特色产物 即使到了现在 依然深刻影响着苏格兰人的生活 不管你用什么交通工具来到爱丁堡 进入这个城市的第一眼 肯定会被它独特的古老气息所吸引 打从15世纪以来 这里就是苏格兰王国的首府 许多历史建筑被妥善地表存下来 如今的王子街花园所在地 当年是一片沼泽 1816年才改建为公园 以王子街花园为分界线的爱丁堡旧城与新城 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一起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让人无法忽视的 还有爱丁堡丰沛的艺术能量 每年固定在8月登场的艺术节 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嘉年华会 全球各地的表演团体 都以受邀到这里演出为荣 平日的爱丁堡街头 也有许多精彩的街头表演 经常叫人看的目不暇迹 也让爱丁堡成为伦敦之外 英国的第二大旅游城市 爱丁堡也是世界第一座文学之城 助力在王子街花园旁的斯科特纪念碑 就是在纪念18世纪 擅长写历史小说的斯科特爵士 当年从葡萄牙离婚后 搬到爱丁堡常住的J.K.罗琳 常带孩子来到这家咖啡馆 老板跟他是老朋友 特地辟出一间小房间给他 J.K.罗琳就趁孩子午睡的时间 在看得到爱丁堡城堡的小房间里 写出了第一部 《哈利波特神秘的魔法史》 现在J.K.罗琳曾经写作的小房间 被挂上了私人的牌子 不开放参观 但是每天从世界各地来造访的人 还是络绎不绝 就连厕所的墙壁上 都写满了到此一游的感想 虽然观光客很多 但有些人还是喜欢来这里写东西 或许假以时日 又会有一位大作家 在咖啡馆里诞生了 作为一位观光客 来到这里朝圣之余 还可以享受一下经典的英国美食 滋味都很不错 如果你也是哈利波特迷 绝对不能错过这个地方 作为一个王国曾经的首都 爱丁堡在几个世纪之前 就已经人口稠密 高楼大厦盖得结比林次 巷子不但窄小 还向上或向下发展 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大迷宫 大部分的景点都集中在旧城区 据说这边最老的一栋房子 是16世纪新教改革家 约翰诺克斯的故居 房子本身建于1490年 现在改成了博物馆 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这个城市的故事 只要走到贯穿旧城区的主街道上 就有很多免费兔儿可以参加 这一天我们遇见长得很有苏格兰人 粗犷气质的导览员 带着来自十几个国家的老少游客 在旧城区里慢慢逛过去 啊 啊啊 啊 下来 我来到你 哇 啊 哇 进去水晶 那是比较不像是 是的 那你 我尴尬吧 一 Then it's burning 一 mile long,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Royal Mile one mile long, this is actually deceptive, it's not standard mile oooh it's not standard mile long though, it is a lie it's in fact a Scottish mile and I'll have you know, a Scots mile is 107 yards longer than an English mile 对 对 对 你会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固定的固定 你会说 公园 公园 对 对 对 第二个公园 是公园 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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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G建议我们沿着主街道往上走 去参观最能代表爱丁堡历史的城堡 这座建在火山岩上的城堡 是一座真正的古堡 有三面底下都是峭壁 可以居高临下俯瞰爱丁堡的新城与旧城 和不远处的福斯湾 可以说是天然的防御堡垒 据说早在西元前900年的青铜时代 就有人类居住在这块台地上 而且建起了抵挡攻击用的城墙 苏格兰王国建立后 这里慢慢盖起了房子 据说最早建于西元六世纪 既是王室成员的居所 也是军事要塞 近代许多著名战争都以它为主要的攻击目标 这些建筑被摧毁又重建 讲起城堡的历史 就像一部浓缩版的苏格兰战争史 显然roportion 玉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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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 zo 崩范 就是 葱 走在爱丁堡旧城的街道上 到处都看得到 以格纹布做成的正式礼服 也有滑稽的羊角帽 据说这种格子纹 是源自16世纪的高地部落 基本色是黑 白 红 黄 绿 蓝 等六个颜色的组合 再由底色和条纹 交织成各种图案 只要多一种暗纹 就是另一种图案 目前已经发展出超过4000种 难怪让我看得眼花缭乱 这间位在爱丁堡旧城的北桥桥头 历史超过200年的老饭店 也以苏格兰格纹作为主要的视觉设计 不光在大厅以格纹沙发凸显古典氛围 每个客房的床枕 也都包含上不同的格纹图案 他们还在墙壁上挂上说明 让住客对苏格兰的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除了经典格纹之外 住进这栋饭店简直就像古迹巡礼 大理石装点的梯厅 从外头通到饭店建筑内的老旧阶梯 后来由艺术家重新设计 共有104街影域分隔爱丁堡的新旧城 翻新过的客房 从旅客最常使用的吧台到卫浴空间 都流露典雅气质 窗前还贴心摆上睡前酒 附上一张苏格兰艳雨 就是要你体会苏格兰人的生活感 我常觉得 住饭店是亲身感受一个城市最直接的方式 住过旧城的气质老饭店 隔了几天 我们又搬到新城区的另一间酒店 虽然建筑外观依旧很典雅 但是一走进大厅 就能感觉那股蠢蠢欲动的活力 在大厅各处挂上大量苏格兰当代名人的照片 客房也以老牌苏格兰演员 史恩康纳莱等人来命名 像我房间床头上的大照片 就是主演过电影《300壮士的苏格兰演员》 其他像是F1赛车手 爱穿苏格兰裙的演员伊旺麦奎格 也都名列其中 作为骁勇善战的勇士后代 苏格兰人的酒量似乎特别好 也特别善于酿酒 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用大麦酿制的 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 为了让苏格兰人少喝点酒 当地政府还突破重重阻碍 设立了限制酒类价格的法令 就是希望以价质量 显然这个目的很难达成 下午不到5点 外表平静的酒吧 里头早已挤满了人 以威士忌术语天使分享命名的饭店 有一个挂满水晶灯的美丽酒吧 还供应各种有趣的威士忌调酒 我拿起一杯调酒 感觉自己更融入苏格兰生活了呢 爱丁堡市区虽然没有酿酒厂 但是无时无刻都可以看到威士忌的影子 街头到处都是威士忌专卖店 城堡商店里卖的巧克力和咖啡豆 居然也是加了品牌威士忌 或是在威士忌项目桶里盛放过的 味道很特殊 当然要当个合格的酒鬼 总是得具备苏格兰威士忌的基本知识 这间体验馆提供初级到专业的各种课程 只要走一趟 就能对苏格兰威士忌的产区和风味有大致的了解 会否就能对苏格兰威士忌 会否就能对苏格兰威士忌 也不喜欢对苏格兰威士忌 并不太长时间 将会在美国的桃薯茄围压成长 上过一轮素成的威士忌课程 买了一堆威士忌伴手礼之后 我感觉自己就像个临时抱佛脚的学生 这下子终于可以下场考试了 我的考场就是在这个只需要花七英镑 就能在一个晚上逛六家酒吧 喝六杯酒的兔儿了 有的酒吧主打当地啤酒 有的有厉害的现场乐队演出 我是Grunal 我来自华州 我来自三天的训练 我的名字是Fushal 我来自印尼亚 我来自周园 你看到藝人的藝人的藝人 我们就这样一间间一杯杯地喝过去 像是待会就要上演英国科幻喜剧片 最后末日的场景 只能说爱丁堡的夜晚 真的醉得很迷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